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瘾的危害 第四就是如何用艺术的方法借瘾 我们更多的是讲用艺术的方法借瘾 瘾的源头我分析为大概就四种 第一种就是吃 包括喝 比如说有的人吃槟榔 知道吧 吃槟榔上瘾 其实槟榔这个东西就类似想喝咖啡似的 提神 但是吃多了它对身体有害 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人老吃槟榔 牙都全是黑的 对吧 还有的人特别有意思 吃肥肉上瘾就爱吃肥肉 结果让自己体内的蛋骨唇超标 这是第一个 食 第二 色 这只要是指这个性 有的人这个性活动 上瘾 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害 第三 就是吸 有的人吸烟上瘾 还有的吸毒上瘾 那这个危害就更大了 第四是玩 你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 比较多的 就是网瘾 上瘾 玩游戏 上瘾 所以我觉得目前有这么四大瘾源 这个上瘾的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其实就是外在的这些瘾源 刺激我们的大脑 让你的大脑对这瘾源产生一种依赖性 注意 这个依赖性不仅仅是心理上的 包括生理上的 而这个依赖如果满足不了 你就会产生痛苦 非常难受 有的时候是生不如死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类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快乐素 也有人管这叫内飞态 这个快乐素它起什么作用呢 它是奖励我们人类有效的一些体力劳动 当然也包括一些智力劳动 而我刚才说的这些瘾源 它更多的 包括我说这玩游戏 更多的不是这种体力 它是一种直接刺激你这个生产产生快乐素的这个神经系统 人为什么会上瘾 而且上了瘾 自己就很难控制 我们刚才讲了 人大脑会分泌一种快乐素 实际在这里头 我想用阴动跟阳动 阴阳平衡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大瘾源 比如毒瘾 毒瘾 喝咖啡 网游等等这些上瘾 它会直接刺激你的大脑 来生产 来生产这些快乐素 而你不用费多少体力 也就是说你不觉得疲劳 你不觉得疲劳 但实际上你的生命已经透支了 就是你的阳没怎么动 你的阴动得过度了 这样造成了阴阳的失衡 从以上赵世民老师的讲解中 我们了解了不良嗜好的来源 以及人们是如何沾染上的 那么这些不良嗜好 究竟有哪些危害呢 美国人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做小白鼠的实验 我们都知道小白鼠 它也会分泌快乐素 比如说它找到食物了 吃了食物 它很愉悦 大脑分泌快乐素 那么人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用一种电极 通这小白鼠的生产快乐素的神经 老鼠拨了一下这个铁丝 电极就刺激它这个神经 于是就生长快乐素 那很快乐 它不需要奔跑 不需要去捕食 就能获得快乐 于是这老鼠就怎么样呢 就不断的反复的拨了这个铁丝 结果这个老鼠就快乐死了 透支生命 那么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瘾 能够让人治病 能够让人治死 也是这个原理 因为它不需要体力劳作 因为你体力劳作 有疲劳的时候 人就要休息 它不疲劳 不断的分泌这种快乐素 造成透支 造成你身体平衡的破坏 上瘾的害处太多了 第一 毁健康 这大家都知道 第二 毁我们的道德 我们看 凡是吸毒的人 吸毒之前 恐怕 道德品质没什么问题 但自从吸毒以后 身体状况下降 道德品质也下降 有的人就没有人格 第三 它会造成人死亡 我们知道 如果毒瘾戒不掉的人 最后 就是死亡 当然还有些瘾 严重的情况下 也会要人的命 你比如说烟 烟瘾很重的人 最后 肺癌 还有喝咖啡 喝咖啡又喝死的 我们都知道 法国有个大作家 巴尔扎克 写出了那么多的小说 人间喜剧 人说他的死 是属于生命透支 但为什么 他的生命能透支呢 按说人累了 就该睡觉了 他为什么不睡呢 有提神的东西 就是咖啡 他咖啡是越来越浓 因为效果越来越差 结果实际上 是咖啡要了他的命 就是喝咖啡上瘾 说到上瘾 如果电视机前 有搞教育的朋友们 肯定会知道 在搞教育的时候 教育孩子 有的时候 常常用瘾来启发孩子 比如说 哎呀 你只有对唱歌上瘾了 你才能把这歌唱好 你只有对围棋上瘾了 你才能把围棋下好 那你说这些 我们的爱好上瘾 和我刚才说的这些上瘾 它有什么区别呢 注意 就这么两点 第一点区别 我刚才讲的病态的上瘾 基本上都是对生命的透支 而你的娱乐 你的兴趣这个上瘾 这个瘾 其实应该加个引号 只是你对这个事情着迷 你兴趣能厚 因为它伴随着你的体动 你只要有体动 你就会疲劳 就不会透支你的生命 第二 病态的上瘾 不可控 而你对艺术 对游戏 对某种活动的上瘾 你是可控制的 所以 病态的上瘾 和对艺术 对游戏 对你的事业的上瘾 它是有区别的 我们都知道 人要有体动的情况下 肯定会疲劳 比如说 我在讲 为什么孩子用艺术的方法 做游戏 比如在室外 做游戏 带有攻击性的竞争性的游戏 比在网上 做这种攻击性的游戏要好呢 比如在网上 我可以联系做三天三夜 我做打仗 我闯关 闯了一关又一关 因为你没动体 你没动体 你不会觉得疲劳 但实际上 你的身体已经极度透支了 可是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两个人 打仗 摔跤 不可能是无限的 你体力再好 撒中头累了吧 累了你再有兴趣 你也摔不成了 你累了自然怎么样 要吃饭 吃完饭晚 睡觉 这个时候 你的羊就歇着了 羊歇着 阴 开始动 你阴动的时候 阳歇着 这样 他们会达到一种平衡 所以总体上来讲 你的生命不会透支 所以为什么我老要讲体动 包括智兰的时候 要讲体动 等会我要说到戒引 也要讲体动 体动是戒引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当然你结合艺术的方法 这是我讲这个原理 主要是从阴阳平衡的角度来说 那么那些让人 病态的上瘾 它总是让人体不动 或体动不充分 而你身体生命达到了一种超级透支 最后让你走向疾病和死亡 烧烟 喝酒 吸食毒品等一些不良嗜好 轻则伤害身体健康 重则危及我们的尊严和生命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能戒除这些不良嗜好呢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戒引有好多种方法 我在两年前就看到这样的资料 广东一家医院 为了让人借毒瘾 在大脑洞手术 把那根神经给破坏了 效果好不好呢 是 这个人毒瘾是没了 但同时这个人又傻了 或说不傻呢 他很多记忆就没了 就不像从前那么聪明了 所以这种治疗方法 这种借引方法 现在还是在讨论 他的后果不是特别的好 还有一种借引的方法 我在两年前就了解到了 就是用惩罚式的方法 比如说有一些魔鬼训练营 比如说有一些行走学校 把一些 他们说是所谓行为不良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么说 不是特别准确 简单的说 就有一些 网瘾 上网 有瘾 有一些 有一些 家长可能认为 他的品德 有一定的缺陷 然后把这些人集中在一块 带有惩罚式的 就是每天走路 每天走一百多里路 这也是一种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艺术的方法 和这些不太一样 首先他不用惩戒式的方法 换句话说 这些上瘾的孩子 或上瘾的病人 在我们这儿 不要有任何的歧视 这特别要紧 把他们当一个正常人来看待 这很要紧 然后用艺术的方法 这里我用的方法 大部分都是综合 就很少用单一的方法 比如说合唱 合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为什么呢 这些人聚众 一块唱歌 首先音乐很美妙 再有的聚众 我以前讲过 会释放出一种正态 会互相感染 在获得这种审美的体验当中 会让他 当然这个时候是暂时的摆脱 这种上瘾的痛苦 但如果你这个行为方式坚持下去 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 而是一个月 每天都有 两个月 那么时间长了 他慢慢会对那些引元的依赖性怎么样 就消除了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就是得让这些孩子们 或上瘾的病人 认识到上瘾的危害 那用的什么方法 用的艺术的方法 比如说 可以让这些孩子 演一出戏 或者说 让他们编 或者我们编好了 用演戏的方式 达到一种认知的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就认识到上瘾的危害性 造成重病 造成死亡 造成品德败坏 我们都知道 艺术的方法 有很多种 一个是要解决认知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要解决他的行动问题 那么刚才说的 合唱 是通过审美 让他们摆脱 这种影带来的痛苦 演戏 而且演他们自己 或者说演这种上瘾 带来的这种恶果 用艺术的方法 解决一个认知的问题 第三个方法 就是我在讲智兰芳的时候 也用到了 就是聚众做游戏 孩子们一块 聚众做游戏 这个我在讲智兰芳 已经讲了事情 不详细说了 第四个方法 就是 以影刻影 前面这个影是带影号的 因为我曾经 解决过一个孩子 上网影 用的什么方法呢 用的是画画 因为我经过了解 这个孩子 比较喜欢美术 那么于是我给他创造 这样一个条件 找专门的老师教他 每天画画 从素描 从写生开始 画完了以后 然后给他办展览 让孩子们都看 孩子们对他的美术才能 产生了这种惊叹 对他是一种非常好的反馈 这样呢 朋友们 同学们的这种掌声 会让他大脑 分泌出一种快乐素 就产生了一种美感 这也是经过体动的 所以用这种影 注意这带影号的 就他对艺术的影 来去置换 他对那种错误的 影员的影 这就是我借影的 一些艺术的手法 让我用简单的语言 来总结的话 实际上就是四话 第一话 是戏剧化认知 第二话 竞争化体动 第三话 合唱话美感 第四话 亲情话聚会 这个我刚才没说 再说一下 什么叫亲情话聚会呢 我们都知道 往往上瘾的孩子 他们之前有这么一个 心理特征 孤独 所以说他是独生子女 在家里头 受很多人的捧 父母 爷爷奶奶 老爷 姥姥 但是往往 家长跟孩子 有着心的 隔着 他不能理解孩子的心 所以这孩子 可能要去 在网上寻找他 心灵沟通的 另一半 所以 孤独 寂寞 那么当 我们把这些孩子 组织起来 进瘾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讲究 亲情话 按照赵世民老师的说法 一致独生子女的网瘾 要特别讲究 亲情话 那么 当辅导员老师和家长 在面对上亡成瘾的孩子时 该如何贴近 这种亲情话呢 当然家长本身就是亲人嘛 但你要改变以前 跟孩子的这种关系 要注意倾听孩子 有的时候家长呢 老爷 不断专行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我这辈子想当钢琴家 我没有实现了 我把这个钢琴家的梦给孩子 实现孩子未必喜欢钢琴 所以对于家长来讲 就特别要注意 倾听孩子的心声 那么对于这个训练营的辅导员 老师来讲呢 要注意跟孩子的这种平等的沟通 就往往好的老师我们都知道 在孩子的心目当中 虽然他是老师 但没有觉得他高高在上 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长辈人 是个上辈人 觉得这个老师虽然白发苍苍 但怎么想的是跟我一样啊 是妙就妙在这儿 那么我刚才讲 用艺术的方式戒引 说到一个四话 那么我现在想 再强调一下 我总结的戒引 就是四大置换理论 当然四大置换理论呢 也是在这个艺术的方法笼罩之下 第一个置换 是以群体置换个体 我们都知道 刚才讲了人上映的原因 其中有孩子一个心理原因 孤独 那么人聚在一起聚众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比如说朗诵 比如说合唱唱歌 或比如说拔河做游戏 它就让孩子没有心思 或没有时间 再去孤独 一孤独就会想起他那些因缘 这是第一 以群体置换个体 这和讲置懒的有点相似 第二 以室外 置换室内 这也和置懒相似 第三 以体动 置脑洞 我们知道 上网 网游 脑洞 加上手动 很少其他体动 这和置懒 也是一样 第四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以影置 置换 就是以对艺术 对其他游戏的兴趣 来置换 它对那个错误 引元的这种依赖性 这是我总结的 四个置换 我觉得在实际的 这个借引的 我一般叫训练 借引的训练过程当中 还是非常有效的 这就是我今天 讲借引的主要部分 谢谢 谢谢 综上所述 只有认识到了 不良嗜好的本质 并掌握了艺术的方法 才能有效地解除 这些危害我们身心的 不良嗜好 另外 如何进行科学艺术的胎育 使诞生后的孩子 具有很好的艺术素养 和良好的生活习惯的 敬请关注下集 艺术与胎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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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